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仅仅因为男人对你好 就把感情全部托付给他 对于思想独立 三观完整的中年女性而言 更是如此 某位无姓男明星 曾因跟十七八岁的少女们纠缠 而频繁上热搜 据悉 她的要求就是十八岁以下 她的那些女朋友们 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小网红 个个貌若天仙 发现对方并非真心后 就齐发微博撞告她 然而 这位男明星出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她之所以招惹如此之多的年轻小姑娘 依然能稳坐顶流之位 原因就在于 那些被撩的对象 全都涉事未深 男人的几句甜言蜜语 几样礼物和鲜花 便能轻易收买 而这些招数 在见过世面的中年女人身上 显然是不奏效的 中年女人 和年龄不一定挂得上钩 它代表的是思想独立 经济独立的成熟女性 面对这样的女人 如果男人还用撩妹的那套老办法 不仅不奏效 可能还会起反效果 让女人发现你的轻浮与自大 撩中年女性最好的方式 不是简单地对她好就行了 而是要抓住她们 对安定生活和精神共鸣的渴望 让她能真正感受到你的用心 一 给她安定的生活 从生理结构上来说 女性的力量天生 便逊于男性 情绪也比男性细腻 比较容易多思 更加脆弱一些 毕业后 从踏入社会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注定是孤独的 脱离了父母和原生家庭 事事都要靠自己 而已经在社会上打拼多年的中年女性 对这种孤独已然习以为常 但是 当她遇到一个男人 邂逅一份心动 便会情不自禁地卸下盔甲 想要放松 想要休息 渴望一个值得依赖的肩膀 这时候的她 不需要花言巧语的哄骗 也不需要费尽心思的礼物 她需要的是安定的生活 曾经有一个综艺叫 你怎么这么好看 只在帮助素人女性改变她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找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节目做得怎么样暂不平说 里面有一个四胞胎妈妈 着实让我心疼 这位妈妈毕业后便和丈夫结婚了 在家做了全职太太 还惊喜地怀上了四胞胎宝宝 可这对于妈妈来说 真不算是一件幸运的事 养育四个孩子实在是辛苦 妈妈整日奔波劳累 便无暇顾及自己的外表 没有了少女感 年轻的妈妈成了 丈夫眼里的大妈和黄脸婆 嘉宾问妈妈 对丈夫有没有什么诉求 妈妈苦笑一声 脱口而出道 要是她能帮我做点事就好了 可节目组似乎并没有领会到妈妈的难处 最后节目组给夫妻俩 安排了一场烛光晚餐 晚餐上丈夫对妻子深情地告白 对她说出了久违的 我爱你三个字 然而妻子根本不领情 她面对镜头和丈夫 冷冷地回复道 你知道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三个字 我最想听到你对我说 放着别动 我来 听到妈妈的这番话 丈夫和嘉宾们都瞬间石化了 屏幕前的观众 也纷纷暴躁地发起弹幕 谴责这位不称职的父亲 在妈妈的眼里 丈夫的一句我爱你 只不过是没有意义的花言巧语罢了 根本不及丈夫上手为妻子分担责任来得重要 中年女性的安全感 来自于安定的人生 人生如何安定 需有一个可靠的男人 与自己一同分担家庭的重担 二 给她理解和关怀 料一没曾说 人这一辈子 遇到爱 遇到性 都不稀罕 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我们这一生 可以有无数次的心动 无数次想要表白的冲动 但真正理解一个人 并不简单 因此 理解比爱更珍贵 中年女人向往的爱情 也许可以没有漂亮的外表 没有扎实的财富 但不能没有心灵的共鸣 若是没有遇到一个真正 能够理解自己的人 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都好像在浪费生命 与其和一个没有精神共鸣的人在一起 不如独身 独身不仅有更多的机会在外社交 还有更多的时间提升自己 优质女性的独处时光 是万分珍贵的 人到中年的女性 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她就像一本书 里面有精彩的故事 也有醇香的美酒 还有厚重的知识 独知 回味无穷 因此 男人若是想要追求一个中年女性 尤其是优秀的中年女性 必须要努力去了解她 打开她的心门 让她放下防备 把你当作无话不谈的挚友才行 唐顿庄园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英剧 其中大小姐玛丽和庄园 继承人马修的爱情线 令人十分动容 唐顿庄园主生了三个女儿 因此马修作为表亲 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庄园继承人 她对玛丽一见钟情 然而高傲冷漠的玛丽 却总觉得 马修是来抢夺财产的 对她很久都没有好脸色 然而马修却是位真正的绅士 她虽然是一位普通的乡村律师 但家教却非常好 英俊帅气的外表下 缓缓流淌着谦和谨慎 温暖平和的个性 马修一直努力为 葛兰森伯爵出谋划策 最后还拯救了整个庄园 马修是一位 心高气傲的贵族小姐 她并不讨厌马修 相似的教育背景和知识水平 让他们二人总是可以 无障碍地进行交流 马修的包容和理解 让马修逐渐变得柔软 最终 在一个圣诞节的夜晚 她接受了她的求婚 最终打动马修的 并不是马修的外表 地位或是财富 而是她懂自己 包容理解自己的那份真心 追求中年女人 就用心去感化她 用心为她做事 用心体会她的感受 给她坚实地依靠 给她想要的关怀与理解 相信这样 善解人意的男人 不会有人拒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期 我们将会持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情感小知识 帮助大家分析女人复杂的内心 解决情感问题 如果对我的节目内容感兴趣 就赶快关注我的频道吧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有什么不同的 或者更好的意见和见解 请尽情地留言 我将一如既往地和大家保持互动哦 感谢您的收听